今天我们做一个不需要烤箱也不需要揉膜的面包 做法简单易上手 不管你之前有没有做过面包都可以轻松学会 鸡蛋先放温水里泡热 能加快酵母的发酵速度 今天和面只要鸡蛋不要水 用个大点的盆装鸡蛋 一会还要用来发面 加三个酵母 10克白糖促进发酵 把鸡蛋打散 顺便融化酵母 然后往盆里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 面粉的量取决于鸡蛋的大小 我加了刚好230克 将面粉搅成絮状 再下手揉成面团 面团不要活得太硬 稍微有一点粘手的状态是最好的 然后盖上盖子 放温暖处发酵至两倍大 冬天天冷 可以把蒸锅的水烧热 温热不烫手就行 然后把面盆放进来 这样就能加快面团的发酵速度 发酵好的面团比之前明显要膨大很多 里面全是细米的蜂窝状 然后案板刷油 把面团放上来 面团上也刷一点 揉一会儿 把油揉进面团 面包会更润更渲软 揉好以后滚成长条 分成8个均匀的剂子 再分别把每个剂子 从外向内揉光滑 再把小面团扯成片状 包上豆沙馅 或者其他你喜欢的馅料都可以 像包包子那样包紧收口 整理一下 把底部尽可能的弄平整 案板上再刷油 做好的生壁全部摆上来 表面再刷一层 生壁摆放的时候要注意间隔距离 给二次醒发留一定的空间 保鲜膜同样不能绷得太紧 把四个边边封严实就行 二次醒发至原来的大概三倍大 就可以开始炸了 拿的时候轻一点 别弄塌了 油温大概四成热的时候放生皮 全程中小火慢炸 油温千万不能太高 不然外面很快就糊了 里面可能还是生的 底部定型就翻面 炸至金黄就出锅 沥干多余的油 然后裹上一层白糖 趁热吃口感最佳 凉了也不会硬 外皮焦香 里面蓬松柔软 喜欢不妨试试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转发和关注哦 咱们下期视频见